国外的研究显示,机车如果配备ABS防锁死刹车系统,死伤几率可以降低30%左右。 欧盟明年起也将强制机车全面加装。 而交通部表示,受限零组件改装,我国从2019年起,新上市的机车才会全面强制加装ABS系统。 台湾路窄车多加上多雨的天气,机车打滑发生事故时有所闻,交通部研拟要强制新出厂机车,加装ABS防锁死刹车系统,让机车紧急刹车时能释放压力,锁死的车轮可以恢复转动。 这样我们国内市场的因素,所以我们大概协调出2019年的新形式,所有车辆就必须要这样的设计。 2021年就既有形式,那它就在销售的时候也要做这样的新的形式的一个搭配。 根据国外研究显示,港湾因此降低三成机车事故死伤率,欧盟将从明年起强制机车加装ABS, 而我国受限厂商零组件改版,时程延到2019年,估计新车也将因此涨三千到一万元不等。 这样子只会拉高机车的售价吧,对啊,这样国人应该没办法,不太能接受。 机车本来就是一个便宜可以代步的东西啊,如果是安全的是可以接受的啊,可以接受的啊,对。 它是售价因此反映到售价涨三千到一万,会不会觉得对机车图来说是一个困难? 我觉得安全比较重要。 交通部表示,已经邀请业者开协商会议,未来机车ABS系统量产之后,渴望压低价格, 但政府不会吸收或补助,一切以业者评估市场接受度来定价。 记者需要求财台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